漳州领导设宴款带中国女排 郎平陈忠和四位魏秋月徐云丽付出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3月27日消息 今天下午福建漳州市当地领导在漳州宾馆会见了 正在漳州集训的中国女排全队 而前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 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一同出席 向女排姑娘致以娘家人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 中国女排教练组成员及中国女排运动员等都参加了本次会见 从当地新闻报道照片来看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鞋教练组成员 原新月、张长明、龚翔宇、李莹莹等全体参训运动员和已经退役的两员老将徐云立、魏秋月与张州市委 是政府领导会面 曾春磊、姚迪并不在其中 郎平、陈忠和与市委书记邵玉龙四位就坐 两位助理教练安家结合包装陪同 而徐云立和魏秋月也穿着球员的服装站在最后一排 不知本次回归女排是否担任助理教练的角色 去年市锦赛期间 魏秋月和徐云立就曾经全程跟队 魏姐还帮助恩施郎平进行一些传帮带的工作 本次两人回归或许也是发挥余热 便是女排的传承 据张州当地媒体报道 市委书记邵玉龙表示 张州是中国女排的伏地 张州人民是中国女排的坚强后盾 张州人民永远热爱支持女排 永远为女排呐喊助威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预选赛的关键时刻 中国女排再次回到娘家 我们一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让大家安心舒心地完成各项训练任务 衷心祝愿中国女排集训取得更好的成效 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总教练郎平代表中国女排 感谢张州人民的支持和厚爱 郎平说 中国女排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夺取奥运会的入场券 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每一天做好 向奥运奖牌冲击 不辜负张州娘家人的殷切期望 我相信我们的队员 也有很多在做去参加过世界大赛的 国家的使命感 荣誉感 每一天都会激励我们 随后 当地领导也为女排姑娘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女排人马基本齐整 也将正式开始全员封闭集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